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解Redux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来讲解Redux的工作流程 大家呢一定要把这节课听懂 我们来看这是Redux工作流程的一个图例 乍一看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特别复杂啊是不是特别难啊 其实它非常的简单 之前呢我已经给大家讲过 Redux实际上就是一个数据层的框架 它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了store之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有一个store 它呢里面就放了所有的数据 然后我们还讲了 每个组件都要从store里去拿数据 然后每个组件也要去改store里面的数据 那么我们想 Redux component很显然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组件 好了那讲到这儿 这张图上的两个点大家就清楚了 Redux component指的是我的每一个页面上的组件 store指的是存储数据的公共区域 那么action creators和 reducers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 在讲解之前呢我建议大家呀拿出一张纸 把这张图画在一张纸上 然后呢再重新回来继续往下听课程 因为在这张纸上我会举几个例子 大家呢把例子记在纸上 之后学习就很形象很简单了 首先呢大家可以在react components下面写一个注释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借书的人 大家把这个流程理解成一个图书馆的一个流程 我们一点点来说 react components代表的是一个借书的用户 action creators指的是什么呢 当我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 一般我要跟图书馆的管理员说 诶我要借什么书 那么你要借什么书 这个语句的表达 这个数据的传递 我们就把它理解成action creators 大家可以把这个action creators想成 你说的那句话你要借什么书 你说的这句话 好大家可以在下面做一个注释 action creator指的是 你说的要借什么书的这句话 再来看store 我们说到图书馆借书 你要和一个人打交道 这个人呢就是图书馆的这个管理员 他呢负责整个图书馆的图书的管理 这个store 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图书馆的这个管理员 所以你在store下面写一个管理员 再往下 我们说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他是没办法记住图书馆所有书籍的存储情况的 所以呢 一般来说他都需要有一个记录本 你要借什么书 他先查一下 看一下这个书有没有 你要还什么书 他要查一下 他要把你还的书放到某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本在这张图上对应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reducers 大家可以把reducers下面写一个注释 把reducers写成什么呢 你可以写成这个记录本 那整个流程我们就串起来了 大家来看 首先假设我要借一本书 借书的这个人得先存在 他呢要说一句话说我要借这本书 所以呢 action creator也存在了 接着这句话被谁听见了 被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听见了 他呢要去帮你找这本书 可是呢他自己记不住 这个时候他会去查阅他的这个reducer小手册 小手册上告诉他我这本书放在哪 这样的话 我这个管理员就知道了这本书放在哪里了 找到这本书之后 管理员会把对应的这本书给到这个借书人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通过这个实际的例子呢 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Redux Flow的这个工作流程 那么我们下面把这个实际的例子 转化成我们代码中的一个理解 怎么去理解呢 首先我有一个组件 我的这个组件呢 要去获取store中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就要跟store说 我说我要获取数据啊 那你说的这句话就是action creator 好 action creator呢创建了一句话之后呢 告诉了store store呢接收到你说 哎我要一些数据 那store并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数据 他得去查一下应该给你什么样的数据 那到底该给你什么样的数据呢 reducer里面 他知道应该给这个组件什么样的数据 所以reducer会告诉store 你应该给这个组件什么样的数据 store知道了之后 把对应的数据给到这个组件 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说 如果你想改变store里的数据 怎么办 一样的 你的组件先要跟store说 我要改变你的数据 所以呢通过action creator 我们先说一句话说 我要改变你的数据 store呢接收到这句话 知道你要改变数据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你改变数据 他得去问谁呢 得去问reducer reducer知道 接收到你传过来的这个话之后 store的数据应该如何的被修改 所以reducer会告诉store 你该怎么去修改数据 store修改好了数据之后呢 告诉你的组件说 哎我的数据改完了 你可以重新来获取数据了 这样的话组件再来获取一下数据 就可以取到最新的数据 这就是redux的一个工作流 好了 那么下面 我们就要结合这个工作流 来真正的编写代码了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在你的本本上画这样一张图 然后呢 结合我给你讲的这个标注 把借书人说的话 图书馆管理员 图书馆的记录本写上 然后呢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形象的举例 来帮助大家理解代码编写的流程 这样的话 大家很轻松的就会学会redux 好 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